各位市民 政府就着疫情的关系 提出要补贴港铁票价调整 令到它在未来的半年 是要减价两成 但这个做法 是沿袭着特区政府 在这次防疫抗疫的工作当中 一个很错误的逻辑 就是被它选中的行业 是会得到很多公帑的支援 但不被选中的行业 就要面对同样的疫情困难 得不到支持 还有要面对政策倾斜之下 对它的影响 在公共运输的内容上 市民的出行选择 是包括了地铁 包括了铁路的选择 包括了小巴 巴士等等的内容 但是在这个减票价的过程里面 除了港铁得到政府8亿 配搭港铁自己提交的8亿的支援之外 令到它可以减价两成 其它的行业其实就不可以的 结果是会令到市民因为票价的 是出现了一个这样的逆转的时间 影响了它出行的选择 政策是进一步倾斜向铁路系统 这个做法是成为用公共政策 用公帑去扭曲公共客运市场的一种做法 而且这样的做法也都很明显 是会令到铁路沿线的市民的受惠程度 是比起在铁路沿线以外承搭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市民大众 是有一个比不上的地方 我提出的意见就是既然如此的话 政府应该是一事同仁这样 将现在的交通津贴计划的门栏是降到零 零的意思就是说 每一个市民大众出行的时间 只要选择公共交通工具 就会获得相应的交通津贴的补贴 算术上是25% 就是等于减价25% 这个是会令到所有的香港市民 面对疫情之下 在交通费的负担上面 有一个即时的缓解缓助 也都不会因为这个公共政策的影响之下 是影响了市民的出行选择 影响了整个运输市场的一个 是公平竞争的状态 但是我见到官方的回应 是完全不从这一角度去考虑 他承认了疫情的影响 但是似乎将疫情的影响 是放在铁路完善 而没有看到就说 其实面对着疫情之下的各行各业 在交通运输上面的各行各业 其实受相同的影响 而更加不能够接受的 就是令到他的政策 是进一步倾斜向这个铁路 令到铁路独大的现象 在这一次的疫情之下 是进一步得到政府政策的支援 也都令到公共运输的客运系统 面对的不公平的竞争 是进一步加剧 我觉得这个是 特区政府在考虑 考虑这个是公帑的运用上面 是非常非常之不妥善 也都令到出现了第一次的现象 就是在公共政策 连公共政策支援的角度的时候 都要是产生政策上面的倾斜 去令到进一步去确立 港铁独大这个现象 我觉得这个是绝对要予以谴责的 亦都是我在今次官方回应当中 最不能够接受的地方 对你认为公共政策 如果政府在香港 为公共政策支援 可以给了任何个交易 的话 可以让公共政策支援 它可以有问题 如果政府有政要抗議的方式,而絕對是用語言和東西的方式 是要去通行通知交易條款的方式 既然政府不設置任何求無法用的方式 或是在香港開放公司的方式 coming from the public money so that will be an easier way to do and to help everybody in Hong Kong when they are encountering the pandemic problems and they can still get fair cuts in the sense, in the means of the government's public transportation subsidy schemes so to me, I don't think the way that the government is trying to do in simply trying to provide funds to help the MTR to cut fairs is good enough to cover everybody in Hong Kong and the worst is they create an imbalanced paying field I mean the MTR can take advantage on these particular subsidies in order to expand their catchment and that will distort the level paying fields in the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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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